哈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U4STAR聊天室 我们是今天的市长,IC波冰球乐团 我是键盘手萌 我是主唱王 我是背手牛森 我是鼓手士杰 耶,刚刚所收听到的歌曲是 在2103公里之间 哇,这首歌是我们那时候 算是休息回来的第一首歌吧,我记得这样吧 我一直在想啊,到底要跟人家说我们休息呢 还是就直接说算了,我们就是那时候出道了 难解释啊 这样骗人吗 没有骗人啊,那个时候才开始写一起好点 耶,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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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是放哪裡 那个时候就算是休息 有,就是有带着另外的决心在回来做这个事情 对,它是个分水您 所以2103公里之间对我们来讲 不只是在疫情之间出的歌 它对我们来讲,根据一个这个 创作前后时期的改变 就是我们回来了,我们不一样了 对所以如果有个 大概好几年之后 如果有個冰球的編年式的話 就會就是 2103前的時代 2103後的時代 他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黑暗時期跟城堡時期的劃分 其實每次只要講到這種事情 你就會舉這個例子 可以試試看別的啦 他應該會講成帝王跟後帝王 以前以後看過的重建時代 帝王後帝王沒有差很多 通常都不會玩到那麼後面 整集就被打爆了 搞不懂事 2103耶 我們那時候其實已經做了很大的夢了 沒有啊 有吧 沒有啊 2103耶 那你的夢 那你的夢 對啊 我其實還好 夢就要打 夢就要打 哈哈哈 你是不知道要怎麼往下聊 你要怎麼接 你要怎麼接 2103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出了一張EP嘛 對啊 我們其實 那個時候再出三倍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規劃關於傳輯的事情 嗯 對然後只是從裡面就是 提取了 萃取了三首比較精華的 比較適合在前面就是 大家還沒有那麼認識我們的時候 直接丟出來的歌 比較像是名片啦 開門一下 對啊 因為歌還是可以分就是比較好吸收的跟 呃 要讓大家慢慢品嘗的 嗯 對 我們選的是比較好吸收的 比較抓2個 對對對 那現在 嘿 10個 一陣子 我們又出了一張EP叫做 Boy on top Yeah 對然後這個我們就沒有在管好不好吸收了 哈哈哈哈 還是有啊還是有啊還是不錯吧 還是有啊還是不錯吧 純粹的輸出啊 輸出這種東西你要叫人家怎麼吸收啊 還是有啦 我們的東西就好吸收啊 這叫做自信 好啊我 我 好剛剛 剛剛 剛剛只有自信的是萌的部分啊 好然後 因為我們因為這張EP嘛就是要打歌還是要拍一些MV 剛剛萌有提到我們在 對 2003公里之間的時候就有做了一個夢 其實這首歌是在講 本來就已經很嚮往日本文化了 夢的延續啊 對就是已經很嚮往 你也沒有在接我的話 哈哈哈哈 本來已經很嚮往日本文化了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又剛好在疫情 所以 特別寫這首歌就在表達我們的思念跟愛慕之情 M的感謝M的感謝 所以 對於誰的呢 對於老師啊 對於就是課本不會教的那些知識的老師的感謝 嗯 對那時候就覺得啊既然要拍這種東西 要寫這種東西 那就是要找老師本人來拍 對我們那時候其實就很想做這件事情了 但是沒搞起來那時候沒什麼辦法 對 但是夢 夢 好啦好啦 我們就有這個夢想 對 我們這次終於有一個EP 更直接了 我們直接找這個老師來跟我們做愛做的事 我愛做的事是創作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很漂亮的作品 有春老師嗎 就是漂亮的作品就是 你如果叫漂亮就漂亮 也不是這麼膚淺啊 但也是啦 對啊 對啊 所以反正就是就是我們請了AV女優來拍MV 嗯 就是結論來說的話是這樣 對對對 那 但實際上請到他也不是這麼容易吧 我不知道耶 對啊 我只知道我沒有看到最精彩的地方 哦那我們有 對啊 Mirson也是有看到很精彩的 我就一直 也無法壓抑心中的 你沒有壓抑是不是 因為社長在我旁邊我實在是有點緊張 那你要壓抑啊 可是哇 所以我覺得他超級美的 他真的 我看得出來 雖然我們的聽眾看不到你的眼神 但是從你眼神看起來 如果 你說我現在的眼神就像我推的孩子一樣 一這樣閃爍嗎 對對對對對 這種感覺 對啊 沒事我剛剛本來要開玩笑 想說就是如果你在那個片場沒有壓抑住 然後不小心觸犯了一些法律的部分 不知道算哪邊的心法 應該還是 應該是台灣 身邊的 台灣 對 那到時候再麻煩你們了 對啊 沒有 到時候我們一定是切割啊 對 就丟臉就切割啊 這都是個人行為 個人行為 跟冰球無關 我推個貝子手 好 我們讓聽眾更具體的了解一下 到底片場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好啊 事件那時候是不是也要看到 那個時候其實 那時候 柳春希 跟我們找的男主角一個叫做 刺刺 刺刺的 對 帥哥 對 帥哥 他有我們身上我們所沒有的東西 對 就是 墊得非常均實的身材 非常的帥 帥氣的臉龐 男子氣概 對 男子氣概 對 這些我們都沒有 他們很很專業在對戲 那 呃 平常 呃 也許 大家 大家想像 想像中就是可能看電影畫面 或是某些影片的畫面 可能就是覺得就是那樣而已 嗯 對 但是當我們生理其境的時候 呃 即便一開始我是抱著 嗯不行我要非常的莊嚴 非常的震驚 我不能讓人家覺得我很 我有奇怪的想法 或下游的想法 或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 就是我已經抱著這樣的心 準備 去看那個片場 可是你都有 對 但我也沒有 但我就是看了三秒之後 我身邊的人就跟我說 哇你的嘴角 已經止不住笑意 對 止不住了上揚 不如用上揚 就在那種成語的話就是異語言表 哇 對 就是你有一個情感 就在你的這個表情上面 就是要外露出來 沒錯 就是世界露出來了 哈哈哈 以後這種狀況我就提醒一下 欸不好意思露出來了 對 對 但我沒有機會露出來 我都是聽錯 你是不是那個時候看到我們三個人進來化妝間的時候都是沒有情 其實還好 我想說都這把年紀是不是大風大風的見過 沒有這個這個真的沒見過 不要吵啦 不要吵 是不是很羨慕 是不是很羨慕 沒有羨慕 你應該羨慕一下 我不會羨慕 可憐 真的是很棒 我相信王下次有機會看到 噢真香 下一次我要去演 王下一次要去當男主角 我跟你講下一次 下一次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那個年級大概就可以很合理的跟大家說 我是中年男子 然後有唯一度是正常的事情 那就不要練就可以直接上了 呃我也是認識很多中年男子 但是身材非常好的 他們很自律啊 對對對 他們很自律 我就不是這樣的人 你這樣好像是不同系列 我不自律就不能上嗎 上場演出 可是我們不想看啊 就是作品會比較不好吸收 好啦那你了別了 我們回到作品好吸收今天 這樣比較有親和力吧 我們回到作品好吸收這件事情 對啊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講一些 蠻直接直白的事情 尤其這張EP裡面 我們基本上是把 我們當時想做的事情 直接就是 直接講出來的吧 就把我們作為一個青春男子 回到我們那個時候 已經十幾年前了我 沒有回到啊 這首歌就是 我的天使 隨時都想要做這個製作品 那不是說男生30秒鐘 腦袋就會閃過一件色色的事情 就跟狗狗 就是這樣發呆症 就會突然 有口水 這是英國研究嗎 英國研究還是有點長 反正就是30秒鐘 男生大概30秒鐘 腦袋就會閃過一件色色的事情 你說閃過然後是29秒閃過這件事情 不是因為青春期的時候 就剛開始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會大驚小怪 像是已經習慣了 但是這件事還是持續在發生的 對對對 雖然習慣但還是很喜歡 喜歡啊 他沒有喜歡我已經跟他融為一體了 只把它寫出來而已啦 把它寫出來 對 怎麼了 沒有沒有 不承認嗎 是這樣沒有錯啊 對啊是這樣啊 你那個害羞的表情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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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你是不是想要色色的事情 我剛剛在打嗝 你在打嗝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這張EP之前 我們上一張其實就已經有做一些 相對比較直白的歌了吧 相對直白 對啊 其實沒有直不直白 如果真的拿 拿華語歌跟外國歌比的話 其實華語歌 都是含蓄的 一定都是打個五六折 對 各文文化有關係 對 我們比較不擅長去直接的彈述 關於 沒有這不是擅不擅長 我覺得我要打破這件事情 我覺得太迂迴了 受不了 這是我們正在挑戰的事情 對啊 沒錯 就是想要就直接講不出來 對啊 所以在我們上一章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首歌 也是在講 關於這樣子的事情 但我們用比較可愛的方式做 什麼歌 叫做搖啊搖 是這樣嗎 是啊 是這樣是不是 搖啊搖就在講這樣的事情吧 是喔 你不是嗎 對我寫的 我理解錯了嗎 沒有啦 你是真的是想著同搖這樣而已嗎 沒有就是在腦袋裡面 就是跟著音樂這樣 算了我不要扯了 我們可以來聽這首歌好不好 我們先聽一下 然後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這首歌 你們感覺我們到底是在 一有所指呢 還是就是很純粹的跟著節奏這樣搖啊搖 好不好來聽這首 來自冰球樂團跟李敏一起Feed的這首歌叫做搖啊搖 耶 哈囉 您現在收聽的是飛碟點播網 U4STAR聊天室 我們是今天的市長 ICBOB 冰球樂團 我是鍵盤手萌 我是王 我是貝爾手牛森 我是鼓手士傑 耶 我們剛剛聽到的歌是 轉身成椅子 在二手家具店 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錯了什麼 刮胡 Sit down please 他這邊說要簡單介紹歌曲 對 而且各位聽眾 你們沒有聽錯 那個剛剛念的這一串 都是歌名24字簿是吧 據我們的印象 沒有啊如果 如果加後面的Sit down please 然後變27 好不要數了 然後夸號啊 如果是真的算字圓的話 那個全形 有空格 對我們 因為我們這一陣子有跑一些電台嘛 然後通常 這首歌的歌名長度都會被 稍微拿出來講一下 或是被 我已經習慣了 就是長度會被討論這件事情 我已經習慣了 喔你通常是因為 太長了 喔 你的ESEL表格要拉比較長一點 對 才會看得到全面 就是大家要遷就我 就是那個表格會被我直接頂串 所以就比較寬一點點 好的 好的我們謝謝王對於就是長度的分享 那我們回到歌曲本身 當初寫這首歌 這首歌寫完很久對不對 你在訪問我 對啊 來來來 請問 請問冰球樂團的主唱王先生呢 就是對於這首歌 你當初是怎麼創作完成的呢 其實我說實在不知道 這首歌到底長怎樣 最一開始是不是連編曲都沒有 最一開始是個概念而已 然後你就丟出來 然後就跟我們講說 欸這很酷 這東西該你不會有把他寫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我配的那個backing到底是 對但你寫出來應該還是會配一個backing 我忘記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 是 我也沒有印象 蠻玄的喔 是不是現在完全想不起來 那在我們回來之前還是之後 感覺是之前吧 真的喔 很默契 真的喔 完全沒有印象 他在念研究所的時候這首歌就出來了 因為從我們回來之後啊 這首歌經歷了 我記得起碼三到四個編曲 對 其中還有一些編曲 被ㄎㄧㄤ去寫別的歌 不是那是因為那個編曲不行 所以那去ㄎㄧㄤ別的歌還蠻好聽的 所以 也不是ㄎㄧㄤ啦 就是適得其所 適合其他的歌啦 對對對 對啊 你要討問我什麼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這首歌故事 就大家自己聽啊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其實最重點 其實還是在歌名 雖然他歌名的深層 是一個瞬間的事情 就是他本來不是叫這個歌名 這首歌的壽命如果是 他活到今年 如果這首歌算是六歲的話 他前面的這個六年半 或是六年十個月 全部都叫某個名字 然後到後面兩個月 突然說這首歌要上了之後 才改成這個名字 但是我非常滿意這名字 是因為 然後這首歌名字取下去之後 這首歌就合理了 就完整了 就完整了 就差一點點了 這首歌本來叫什麼 我就可以講 這首歌本來叫硬到不行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句歌詞叫做 Baby you make me so hard 你不是讓我很難 是你讓我很硬 但如果我沒有說我是一隻的話 你就會覺得我在性騷擾 對 如果沒有這個歌名的話 我們整首歌下來 就是一個性騷擾的歌 對 我已經習慣了 但是不行 我們還是要就是 如果有人真的要檢舉我們 我就說沒有我是一隻 我當然很硬啊 不然怎麼撐得住你 好我們回到這首歌的故事 好好好 對我們把脈絡理清一下 這樣聽到朋友才會覺得我們 不然你點一個人請他介紹一下 好 我想要看一下你們對這首歌的理解到哪裡 來來來 好啊 咻咻咻咻 師傑尼爾森猜猜 咻咻咻 師傑 師傑 師傑出了布 尼爾森出了石頭 所以是尼爾森 當然是輸的啊 對不起 就是師傑贏得了介紹這首歌的機會 你們兩個要不要去打架 到底是誰 我知道我知道 我們來玩個遊戲 好 我現在 我現在故事接龍 好 然後把他接下去 然後從你開始 好 你覺得好你就換下一個人 然後我們順時鐘 然後我們把這故事講完 好你剛剛說在二手家具店裡 你給他講你給他重來一次 好來 直接講故事喔 從前從前什麼都可以 從前從前 我走出去 我就轉身了 我是一張椅子 可是我出現的 並不是在一間全新的家具店 而是在一個二手家具店裡面 我身上有不滿的灰塵 然後 我每天看著窗外 我不知道我的命運會是如何 下一位 好爛喔 這開頭有點失敗 沒關係 我們要把它圓回來 我已經聽不 但我已經忘了你講什麼 好沒關係 視覺可以去接 OK 這時候一面走來 有一個辣妹 她身上散發的吸引力 從我前面的遠方走到我的眼前 然後她可能四處張望一下 就直接坐下來 那這時候呢 我當然是非常的驚嚇 非常的開心 又非常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對 就是有一股非常非常強烈的情緒 但是我發現 我好像並不能做什麼 那為什麼呢 交給萌 先回到之前 就是她坐下來那一刻 我感受到 我好像不應該這樣子 小姐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抓在我身上呢 然後 我 我是個紳士 I'm a gentleman 然後 可是你坐上來了 然後 我很開心 因為這就是 我一直所等待著的 我在這裡 坐了這麼久 這麼久 就會等待這一刻 然後 我覺得我已經好像有些 不該 在這個時候產生的反應了 可是 我突然意識到 我好像什麼都不能做 我忘記了 我騎著這張椅子 你們講完我要講什麼 你可以講 劇集 從今以後 不是 故事 對啦 因為其實這個故事 本來是源自一個民營 我覺得你可以 發揮一點創意啊 你先不要diss 因為其實 其實它本來是一個民營 而且它本來是第一人稱 所以說一開始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那個主角 這個所謂的我 是沒有意識到 我是一張椅子的 所以說整個故事會覺得說 好像是一個人看到 他喜歡的異性 然後坐在自己身上 然後好像產生了一些身體反應 坐在自己身上 直接講出來 對 但是最後面發現自己這個意思 那民營你還有印象嗎 那個民營喔 我來看一下 因為我記得我把那個民營 打在這個單曲介紹 我直接把它當成是一個 介紹吧 對阿 這是我看是我打的 我看一下喔 對啊這就是故事啊 一個普通的夏日午後 一如往常我靠著櫥窗發呆 突然店門口的風鈴 被推響了 抖大的汗珠 滑過了它靜緻的臉旁 繞過鎖骨 一直到沒入它 小洋裝的蕾絲邊胸口 喔 白色的小洋裝 利多的剪裁 不演它曼妙的曲線 一切是這麼的和諧 又帶一點想像空間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只是一直靠著牆壁 我害怕我自己的目光被察覺 好 它開始在店裡面遊走喔 屁屁哈絲哈絲 開始觀察起來了 它開始四處的張望 不知道在找什麼東西 然後屁屁還是哈絲哈絲 哇 開始性騷了 它好像看見我了 超糟糕 要被告了 我很緊張 可是它的屁屁還是哈絲哈絲 要被告了 完蛋了 突然 它就在我面前停下了腳步 蛤 它在我身上摸了兩下 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但它好像很滿意 哇 然後耳朵不說 它就往我身上坐下來 怎麼可能 Oh my God 我措手不及 然後我只覺得我自己全身非常僵硬 我很想要做點什麼 才發現我自己動彈不得 哇 我真的很盡力的呼喊 也沒有人聽得到 太痛苦了吧 對 因為我只是一張椅子 我硬到不行 大概是這樣 其實那個民音大概就是講差不多這樣子 但我覺得它用更少的字數講得更生動 我只記得那屁屁哈絲哈絲 我記得那應該是浩瑟龍的民音 我不管 我要把它講出來 對 因為我很想要看到那 我很想要 有人把它貼回來 有人把它貼回來給我看 就如果有人找到一張應該是浩瑟龍犯的 然後再講 屁屁哈絲哈絲 有這東西 那就是我這首歌的靈感來源 好 那我們可以進入下一個話題 對 我們可以進入到這個EP 這是我們的EP的第一首歌嘛 對 對阿 假設有個好彩頭阿 因為它比較high阿 後面的歌不是很怪就是很怪 但我們還是 但我們其實還是有進入到一個氛圍吧 什麼樣的氛圍 就是因為我們EP的這三首歌阿 其實它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個慾望 同一個想法 這其中這也其中一種阿 色域的部分 對 其中罪沒有錯 對對對 但我們用比較 比較屬於我們的視角來講出這件事情 欸 如果其中罪的話你覺得 怎樣要出七張 你一定是懶惰 沒有 我覺得不是懶惰 我覺得是憤怒跟色域 你一定都有啦 我一定是憤怒跟色域 還有什麼 快點你們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忌妒嗎 抱死 envy啊對啊 忌妒啊 還有什麼 忘記了 強 強域嗎 強域 但我覺得強域不知道怎麼翻 強域跟貪倫不一樣 不一樣 對啊 反正我 我其實都想過我一定是色域跟憤怒 就這樣 其他還好 我不貪阿 動 動 沒有啦 反正我們 你們都沒罪是不是阿 神父或罪 無關難一定是懶惰阿 我覺得懶惰好舒服 哈哈哈 那回到色域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所在描述的東西嗎 對啊 而且我們 其實針對這東西 我們很直接直接就是 又寫了一首歌吧 對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就是 一個情緒有很多表述的方式 而且他甚至 我覺得情緒是立體的 就是 有很多個情況 都可能被總歸為一個情緒 或是一個慾望 但他可能他有不一樣的表象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樣的EP裡面 其實就是用 只有三個 因為三在這個 在中文裡面就可以 無三不成立 三就開始多了 所以我們在EP裡面 我們在EP裡面 用不少種方式 來表達 這是關於我們對這個 本人的屈服 或是對這個本人的感受 那接下來這首歌呢 就叫做愛做的事 我覺得就是最直接在表達 這個感覺的一首歌 好那我們就聽一下這首歌 休息一下馬上 對 哈囉 您現在收聽的是 飛機聯播網 UFO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長萌 我是他的學長王 我是貝爾總牛仔 我是他的學長二號士傑 他們是我的學長 我們四個人加起來就是 愛的冰球樂團 當然我們是建中樂音 最好是講介紹 天啊 好 哇賽 我們剛剛聽到的是什麼 叫Let me in 驚嘆號 有默契 這突然讓我想到 剛剛那個建中樂音 因為其實 我跟Neilson 跟世傑同一屆熱音社的 什麼學校我剛剛講過就算了 熱音社 我們學校那個學長學弟 真的很兇 那時候很兇 然後我在高一的時候 最好的朋友也是熱音社的 他就很熱衷社團的那個活動 然後我就看不起他 我就覺得 幹嘛那麼喜歡跟學長鞠躬啊 然後直到好像高一下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才就是 他說你要不要來 到底真的要不要來 然後他就有點屈服了 決定要加入熱音社 我就找到學長 然後跟他說Let me in 最好是這樣 真的啊 我找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龜仙人 他沒什麼在做事嘛 他說你要入社 先繳設費 哈哈哈 實際上你是不是進去了 兩年都沒有找過任何 對好爽 你這個 好爽 聽說你們教很多是不是 其實還好啦 對啊 那個時候 我直接空降欸 我進去直接罵學弟 就你啊 對 看什麼看 那時候看了你們三個 好像是要鞠躬 不對我根本沒看過你們三個嘛 你這頭頂對著你們三個 我們只有看過你頭髮上面有幾個線這樣 對 不應該讓我們看到你的臉知道嗎 學長對不起謝謝學長 以前都這樣子 太多話了 對不起謝謝就好了 好那你 希望現在不是這樣 對我們其實上次有回去過 上次回去之後 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學弟沒有屌我們的意思 我們就有問 特別問學弟 你不知道對不對 對啊我那次沒去啊 對我們三個有去 然後去就問學弟說 你最近有聽什麼台灣獨立樂團 怎麼講了一句還沒有拼球 可惡 我們就立刻騎到走出去 我真的差點要把舌班直接砸掉 我把那鼓每個鼓都捅破了 不要給我練團 搞什麼東西 最好是這樣 沒有啦我們根本好好的 聊了一下 對 好就是從那個時候玩團到現在 你們覺得有 這樣算是有突破嗎 還是就是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嗯 有吧一直都在突破 真的假的 一直都有啊 你覺得你 好那你覺得最近 最近一個讓你覺得有突破的事情是什麼 最近一個嗎 我覺得應該是上一段最後一首歌吧 愛做的事 是喔 你說唱歌的突破嗎 就是在整個演出形式上的突破 誰會想到就是一個樂團 竟然會有一首歌 然後大家站在前面 然後放卡拉丹 完全不成體統哪裡的 哪來的樂團 我想的到啊 我覺得還行啊 但是我目前是沒有想到以後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沒關係啊我們想到的時候就會把它做出來 我想到的時候就是 大家就是看到 我要呼籲一下 就是所有 想要向所有喜歡冰球的粉絲們呼籲一下 不管你是喜歡我們的音樂呢 還是喜歡我們的人呢 就是某一天 在未來某一天我們做出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要覺得我們變了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們變了 代表你不了解 我們真的很怪 小傻瓜 不可以這樣說粉絲 我們的粉絲是小可愛 好嗎 小乖乖 對啊 反正就是因為真的有很多事情想要做 那我們現在 選擇用音樂這個方式就是 一步一步向大家揭露我們自己的本性 好嗎 就是寫完這個愛做的事啊 Let me in 那我看一下下一個想要揭露的本性是什麼 其實我還沒想到 就是還有什麼東西是揭露然後不犯法的 我覺得七中最都蠻值得討論的 都很自己 七中最就兩個啦 兩個啦 憤怒 但我覺得憤怒其實就有在Let me in裡面 憤怒有 Let me in是個蠻憤怒的歌吧 對 我其實不太常在外面表達憤怒這個情緒 都對我們表達而已 你都對我們憤怒 那是裡面 你們是裡面 可惡 團內 你不可以都只對你親愛身邊的人這樣做 我已經開始努力把它寫在歌裡面 但是很少 因為前面就不太會有那種生氣的歌 但Let me in真的蠻生氣的 那我們下一個可以從懶惰開始嗎 懶惰就不寫歌啦 懶惰就沒有歌 懶惰就 大家如果我們三年沒有發歌 你會發現下一首是演奏曲 對 而且全部都找樂手來 演奏曲但我們不演奏這樣 我跟你講就是 所有的粉絲不要覺得我們變了 我們只是在落實我們的本性 就是我們的懶惰 然後三年之後是這樣 然後四年之後再發一張專輯 然後跟你說 其實前面在做這個社會實驗 就是一個很懶惰樂團 到底可以經營到什麼程度 全部走幕後這樣 我們既是目前又是幕後 好扯喔 欸如果我們真的做一首演奏曲會怎麼樣 我會怎樣喔 對啊 演奏曲 沒有沒有如果 我會覺得演奏曲要做 就不要只做一首 哈哈 你就要出一張EP 你要出一張EP 然後我就可以 在那個怕下去吃便當 哈哈哈 真的啊 所以那個怕你就要在台上吃便當吧 我在台上 沒有我就下去啊 你不可以下去了 你要去台上 我想一下那你給我一個靈骨 行為 或者是三角鐵 我可以負責這種東西 啊或是像豆豆先生 你在台上一直按一個 對對對你就給我這件事情做一下 我可以參與 我可以參與 對啊 唉唷有沒有這樣就有一點事情可以做了 演奏曲嘛 演奏曲 那一定要出一張EP我覺得 這樣才會好笑 哈哈 就一個概念至少要出一批 所以 這就回到為什麼不會上塔爾它是一張EP 因為 我們那時候最一開始這個概念 其實只有愛做的是一首而已 但我覺得這太薄弱了 我們把它包起來 完整 也不是包啦就是我覺得需要三首歌這個概念 拓展 完整呈現它 才不會讓他覺得我們在鬧 對啊所以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都是在就是想著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用不一樣的方式去表達 是吧 對 那愛做的是這首就是很直接的 跟人家說我想要做愛做的事 對 然後像Let me in就是 我很憤怒的就 我真的很想要 做愛做的事 就是敲門敲很大力啊 就你送那個 送那個Uber E有沒有 然後就是一下雨了 三更半夜 他又不開門 很生氣 狂敲啊 我已經抵達 我已經抵達 他一開始計時十分鐘 我就說Z方Door 你現在硬要去按門鈴 好啦 對啊 對啊 好可惜喔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真的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還需要一點的時間 需要給我 大家等我一下 希望有遭遇的不用被講 喔沒有再叫人 那種希望有遭遇的就是大家聽到這件事情就笑笑就好 對就是希望大家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把它當成跟吃 不是 除了寫歌 吃飯一樣之類的 除了寫歌我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把電動 不是啦 我不是問你我日常啦 我想說要推動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其實在國外 在國外直接把這車 我剛剛差點要講又不能講 把這唱進歌裡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你知道 剛會英文的時候聽英文歌 然後你就聽到 哇他直接把Megelot唱出來 我想說 可以嗎 後來發現可以 對發現國外都可以 台灣不會這麼做 對華語不會這麼做 可惡 你想說什麼事情 你的眼神 有點在閃爍 他剛剛想要 講會被剪到東西 好 好我們回到我們這個EP還有我們這趟的巡迴好不好 OK總之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播放他的巡迴 7月9號在哪裡 各位 新加坡 沒錯7月9號新加坡 然後還有一場7月21號在哪 Hong Kong 沒錯 那新加坡還有一些票 Yeah 所以聽到廣播 對我們這群亂七八糟指南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7月9號 不是亂七八糟 我一根腸子通到底 好 可以 很很清楚的一個人好 就是7月9號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新加坡來看我們BOYS ON TOP的專場 對 然後也要持續follow我們的一些 啊對啦 就是如果沒有follow到我們任何現場 因為可能有搶不到票 或是有一些食物能力上困難 就是可能太貴 或是時間不行的話 我們的作品其實很多都很喜歡拍成MV 然後在Youtube跟各大串流其實都有 那歡迎你們來支持 在IG或Facebook搜尋 ICBOB 冰球樂團 ICYBALL 冰球樂團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作品 請持續follow我們 那最後面的Nielsen有什麼想跟大家說的話 謝謝大家今天收聽飛碟聯播網UFO STAR 死聊天室 我們是今天的市長 ICBOB 冰球樂團 最後送上一首歌曲 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幾天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拜拜 拜拜 就愛點你UFO